最后一个问题 因为我之前问了总统 然后他说现在考虑 不过呢我们要问一下 关于这个中国关税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取消中国关税 帮助国内的一些发展 那总统有没有说 如果他这样做的话 有可能这个会成为 政治上的一个行动 就是这个有可能 短时间内帮助美国人 总统有没有关注 就是说你如果解除中国的关税 那有可能共和党会使用这个 而攻击他 那虽然这一个行动 有可能会短时间内帮助美国人 他会不会不这样做 我们在三月份呢 已经宣布了一些关税 而且我们应该会做出更多 那所以他现在考虑 施加更多的关税 对他正在考虑更多的关税 那我们觉得当时 美国总统就职的时候 我们现在美国所有的这些关税 不是有效的 那我们需要更加明确地说一下 我们跟中国这个沟通的同时 有什么样的一个姿势 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 不过我们现在还在关注一下 我们怎么样可以走出一些步骤 来增加薪水 怎么样帮助某些企业 这些被关税打击的企业 所以我们会做出更多的关税 不过呢 泰使者会领导这方面的行动 东西内镇上 去年的11月份 拜登总统要求了联邦交易的调查团队 来调查一下原油公司 有没有生产油的公司 有没有故意地把油价往上涨 或者故意保持高油价呢 有没有什么结果 那这个是他们自己团队所做的一个调查 他们如果有多少结果的话 他们会告诉你们 不过我们可以看见的 虽然这个FTC这个部门 没有给我们他的调查结果 我们看见 如果每一桶油的价钱往下降的话 那当然 大家的这个加热站所看的油价 也应该往下走 不过这个并没有发生 所以FTC当然也会观察这一个现象 那白宫有没有了解 他们正在调查这一点呢 你要问一下他们 他们是第三者 他们没有听我们的指唤 总统在大众面前说过好多关于这些话 不过你要问一下他们 那这周我们会有一个通胀报道 总统对这个有什么样的预测 我现在没有一个预测 我有的时候会 不过在这个时刻 我们也可以告诉你的 当然这一个报道出来的时候 我们应该会说更多 那我们要所做的就是 做出更多的一些步骤 来降低费用 那总统今天早上也说过 他的计划是什么 好 问一下乌克兰的问题 总统昨天晚上说过了 他担心普京 没有一个下台阶的道路 所以总统觉得 普京的目标是什么呢 我觉得总统 他当时所说的就是 这一个事件的发展 并没有像普京理想当中那样子 那当然 我们看见二月份呢 看见普京 当时做了一个演讲说 他不仅是要吸收乌克兰 他也是希望了之后 在吉普首都游行 当然他没有这样做 他当然觉得北约会是四分五裂 他觉得美国会变得四分五裂 不过他并没有预测到 所有的西方国家 可以制裁俄罗斯 就像今天这个发展 所以他总统当时所说的 一个目的就是说 我们需要了解这个战争 战争并没有结束 而且呢 而且他还有一些 他有一些目标 他有一些 想达到的一些目标 就像我们的 我们的情报局长所说的 这是一个长的战争 马斯克今天说过 他会取消这个决定 说推特禁止川普 所以我想问白宫有没有一些回应 而且这个会怎么样影响 白宫还有信息这方面的一些发展 我可以说这个是 私人机构的一个公司 所做的决定 说他们可以决定 谁能还不能上他们的平台 不过我可以说的就是 我们现在的行动就保证自由发言权 会在美国被保护 不过同时这些社交媒体平台 不会被当成假信息的一个平台 我们看见了这个历史 不仅是在推特 还有在脸书 总统觉得他们需要做出更多 特别是来改变下230的法律 那双党都支持这一点 所以呢 有可能这个会接行我们 我们要更加积极地做出这些行动 好 那再问一下 美国呢 马上就有一个糟糕的一个记录 就是说 有100万人因为新冠而死亡 所以呢 我们看看过去这两年 我想问 为什么这个数字 在美国长得这么高呢 那我们在面对一个创始的疫情 那我们让75%的美国人 都已经打完疫苗了 这个是非常出色的一个数据 不过我们知道太多人 还没有打疫苗 还没有 打最多的疫苗 就包括没有打家乡症的一些人 这个如果他们要打家乡症的话 这个可以大量减少他们住院 或者死亡的可能性 这个还是我们的一个责任 而且我们每天还在努力工作 来增加打完疫苗的人 来给他们更多的保护 那说一下我们怎么样 怎么样可以记住这个时刻 那总统肯定会纪念这一点 我们应该即将会做出更多的一些 更多的信息 我们看见了CDC的数据 还有其他数据 我们知道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收集数据方式 不过呢 我们知道我们会在那个数据 达到那个阶段的时候 做一个演讲